各大百貨商城週年慶活動陸續開跑了 儘管台灣內需成長低緩 百貨業者仍喊出成長5%的目標 透過不同優惠因應不同的消費族群 百貨週年慶開打 看好市場消費能力 業者比去年增加10%的行銷預算 喊出成長5%的目標 我想我們目前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1%到3%左右的一個成長 所以我想我們5%的成長也算是一個 這個高成長上的一個目標 目標定的高行銷預算不能少 關鍵是如何讓消費者有感 化妝品買2000送200 搭配聯名卡使用 首飾率回饋達17.2% 還有機會帶走價值百萬的汽車跟抵用券 另外搶供上班族群 當期留下名片 只要中獎100份咖啡炸雞 直接送到辦公室與同事分享 隨著整個消費者這邊的需求 還有整個網路時代的來臨 行銷多元的方式 有時候我們不能期待消費者 主動到我們的店裡頭來 反而我們要主動的走出去 到消費者的這個地方 不管是辦公室或家裡 換個鏡頭少了促銷緊張感 消費者官網百貨悠閒的在喝下午茶 百貨業者找來知名茶具品牌進駐 搭配下午茶多了設計感的空間 要吸引年輕消費者 儘管台灣內需市場 上半年成長低緩 百貨業者繳盡腦汁 拿出不同的優惠 就是要讓消費者有感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徽摩詹勇如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購買 自然 hof 這 其 你 是